再来一次 太坦 太坦了 太坦了 大招在街道游泳 漂亮 枪法 中央平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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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知真正电竞进入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晚上应该是所有电竞人是彻业难连的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一直都在试图去让这个行业能够有更多的认可 能够走上更大更高的动物 电子竞技会列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我的父母应该比我更开心 其实电子竞技一直以来是没有被那么多人所认可的 但是他现在已经入选过亚运会了 说明大家都会接受这个行业 电子竞技运动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 早在2003年11月18号 国家体育总局就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 列为中国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项 2006年 中国魔兽争霸三选手SKY 李晓峰 在有着电竞奥运会之称的WCG世界总决赛上实现贵面 当他身披五星红旗登上领奖台的那一刻 电子竞技第一次与为国争光联系在了一起 那一幕也激励了所有处于艰苦奋斗中的初代电竞人们 因为SKY 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的电竞行业 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吧 因为他向社会向人们在证明电竞是个可以作为职业的行业吧 并不只是单纯的打游戏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吧 他当时是好像是第一个世界冠军吧 我觉得那是一个就像是奥运会手机一样存在的意义吧 最后面的发展就是埋下了一个伏笔 在SKY 职业生涯的巅峰期 他一度与同时期的刘翔 姚明 丁俊辉等人一起 成为了那一代年轻人的体育偶像 也正是从那时开始 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电竞人们 始终在用电子竞技这一运动 诠释着同传统体育几乎完全一样的体育精神 我觉得传统体育和电子竞技共同点就是 一定都是在激励大家去更正向地去做一些事 去拼搏呀 去努力 然后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电子竞技和传统体育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载体不同吧 就像乒乓球 羽毛球 足球 篮球 都是传统体育项目 但它的规则 球的大小是完全不一样的 电子竞技其实不是追求身体上的更快更高更强 然后追求脑力以下的更快更高更强 Yay UG Gabby 获得 2017 年 DBL 球竞技赛 它整个最大的共通点我觉得是 每一名电子竞技运动员对比赛的胜利的那种渴望 目标是一样的 电竞对国家体育主义确定了正式体育宣布过来 它在我们国家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 对于它的稀土对象和科学运动应该说是严重不足的 尽管我们国家很早就已经成为世界上参与电竞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它的负面声明很多 全社会对于它的认知也很不全面 对于电竞的体育属性 体育精神 对于它的产业重新潜力和社会的方向 缺少研究和推广 这大打致还了电竞在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在过去的20年中 除了部分电竞产业的从业者和少量的硬核电竞爱好者 电子竞技始终没能被人们当作一个真正的体育项目来对待 直到2018年 电子竞技成为了第18届亚运会的表演项目 中国电竞代表队在雅加达豪取两金一银 电子竞技也成为了那届亚运会上最引人关注的项目之一 年轻的时候确实很经常看奥运会 杭州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电竞进入亚无疑将成为这项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电竞进入亚运会是它首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国际性综合体育赛会 这应该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带亚运和电竞自身发展的逆生动物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体力和电力本身 伴随着电竞进入亚运会 我们还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需要统一来考虑 一件是今年3月31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的国家电子竞技发展年龄 另一件事是今月6日国际奥委会成立的电子竞技会员会 这三件事在未来的电子竞技发展时长 必然会成为标志型世界 在这三件事的推动下 电竞将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来发展 电竞的体育精神 体育属性将会得到深度的拔绝 广泛的任务和充分地展示 我觉得中国电竞的发展 其实是非常高速的 这个是在我入行之前没有想到的 但是现在确实整个在赛事本身的制作体系 包括赛事外的运营体系 整个都做得非常的完善 甚至已经领先于全世界了 物亚我觉得会给行业带来更多的使命感 有更多的精神层面的加成 我们以前曾经说过说 会不会在我们这一代电竞人白发苍苍的时候 能够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选手 能够代表国家能够去争战奥运会 我觉得可能说不定不用等到太白发长长的时候 也有机会去实现 所以我们自己作为电竞人来讲 还是希望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 能够把更好的赛事能够带到每一个观众的身边 同时也希望行业也能够规范有序健康的发展 最后走到更高的经济的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